对话的意义旨在传递 生命的意义里面 也在记录历史的回忆 而一个幸福的家园与人民 除了般若的氛围 更需要的是年轻的活力以及和谐的动力 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我今年参加金城文艺奖的作品 叫做《元香琴》 是描写美容的一个出卷 当我们去拍照的时候取景的时候 它整个就是像一个被废弃的一个房子一样 那借着这一次的作品 我想表达我们台湾早期乡土的一些 历史的文物 以及它的一些生长的轨迹 希望这个作品让我们更了解 早期人民生活的辛苦与勤奋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支持庆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这下期间订阅 有练的发票 我们今天等会订阅 拜托 你 真